第四節回來 好不好 你們兩位做了很久 其實在這麼多年以來 你有沒有看到你們身為外傭 在香港的社會地位的轉變 或者香港人對你們的看法的轉變 你有沒有說甚麼 我覺得很歧視 而且我們人工越來越少 因為以前2008的時候 1998的時候 3860元 現在我們生活 以前和現在都不一樣 十年前都不一樣 現在甚麼都很奇怪 還有很多歧視 香港有個EOC平頂 但多數很多東西都是歧視我們 現在有機會 政府有歐陽稅 政府有歐陽稅 然後有兩個星期的Visa 之前我們如果週日也不用等 是出便 現在三年一次都一定要出境 很多東西現在政府越來越好 到我們不好 是 你呢 你有甚麼說 我也是跟他們的問題 這些困難 但是作為一般香港人 對你們的誤解都很手心 我覺得 香港人現在看到我們爭取最低工資 有些人說 很害怕我們 那些人工呢 很高 然後有些人問我 如果 包括你們最低工資 你們的人工會高了 然後你們不怕 那些老闆不請你們的朋友 那麽 我說 就不是喔 因為呢 我們也有得計 香港政府說計不到 不過我們也有寫信給香港政府 不要看下我們怎樣計 因為我們在這裏都知道 我們在這裏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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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呢 都是我們第二個國家的嘛 所以呢 我們不會說自己很支持 說自己想要什麽就要求 不是的 我們要看那些香港的法律 和商量那些朋友 是 好像我們現在呢 有那些AMCV ASM Migrant Coordinating Body 我們呢 我們呢 有開會 商量一下 其實我真的 我在這裏多年 我覺得其實中間有個問題 就是 我用本身有個弱勢社群 有個弱勢社群 原因就是 不是因為你們人事好 是因為 你們被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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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視了你們 那你覺得你自己出不了聲 當然有兩個問題 其實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你考慮一下 到底他可不可以短時間 找很多人來呢 還有這麼熟練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其實你有機會 跟他爭手掛 但一個問題就是 是 如果有一天 就是我這樣想 我講完之後 不知道是否正確 有一天 突然間 我用開工 香港是很嚴重的 是啊 如果你有一個弱勢 是啊 它很嚴重的 突然間你一天約定 我們不如不要上班 所以怎樣 我們在中環集會 其實勞動設 那個Made date的來源就是這樣 是 其中一個來源 就是因為這些 各個國家都有 有說自己是有開始的了 是開始的了 其實澳洲試過的 在19世紀的時候 其實拖頭 我們有做五一勞動設 不是五二一號 是四月多的 在澳洲 就是那些人覺得 這麼慘 以前沒有交換 不如我們找一天 放假 不做事吧 去談一下怎樣爭取這個利益 那天就麻煩了 澳洲人 澳洲那些老闆就知道 原來有一天 但是個個不開工 是很大的事情 是 其實我們自己組織的 這個最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好到我們 在印尼那裡 我們都不是進入工會 我們不知道 所以有什麼都害怕 好像剛才你說 因為我們是做工人 做家務 好像我們 他是老闆他落了 但是我們是在下面 他在上面 所以有點害怕 這個是社交性格 是的 所以我們的工會 經常跟他們說 教育 其實我覺得你們應該有得搞 因為現在的SMS都很容易 是的 我不知道我這樣說 你們要見到SMS的網絡 如果你每發展一個人 你叫他給一元 或兩元 或者十元 就是以後 可以發SMS給他 通知什麼 我覺得 你一定要建立一個SMS的網絡 有什麼事 你號召罷工也好 怎麼做呢 你容易 這個是要 有人刻意去做 其實我可以幫你 如果你建立一個SMS的網絡 就是那個網 譬如現在你的SMS 有二萬個人 是參加那個網絡 是的 那一按就知道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作為愛用 來講SMS的網絡 是非常重要的 你們其實是 弱勢在另外一個就是 沒有集會的場地 你明白嗎 譬如現在你有二萬個外容 你到哪裏呢 是的 都不知道 是的 都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香港人不幫你們 或者香港有些人不幫你們 也是偽善的 是的 我去那麼多 像你們那些 沒有什麼人來找 那些香港的社會活動家 都不來的 沒有啊 第一就是因為 其實你們傳媒了你們的歧視 你搞的一定不賣 是吧 不賣就做了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香港的政客就不來 因為他們來是沒有約數的 不知道他們 就是看不到他的 是的 對 對 政治人們 他們不會來你的歧視 OK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你真的要搞 你真的要從這個角度去想一想 所以現在我們都想 叫香港人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怎麼出聲 怎麼交通的朋友 但是我們的社會領袖 那些社會領袖的那些leaders 或者那些celebrity 他不做 不做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waite的 是 像我一樣 我是議員 我一個waite 我一個去便少些waite 如果你有十個議員去支持 你就有十個waite 就是他們是有個role play的 就是他們 因為香港人知道他們是誰 信他們 他們說會比較容易 現在問題是一個paradox 就是怎樣 因為傳媒不報導你們 他覺得你便沒有好處 沒有benefit 是的 他便不來 只有一個說字 是的 所以現在很困難是這些 因為我們都知道自己的權 不過害怕 因為那些老闆很多都說 沒有參加 以前我去還有幾個totation 好像Emily Lau有時來的 你覺得Emily Lau不來 李卓人有時會來的 因為李卓人他自己也有壓力 因為他是香港工會 香港工會 香港工會運動的意識很落後 香港工人不可以 他怕得罪中產階級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支持 就得罪中產階級 或者你那些employer 因為那些employer是voter 如果你講到那個parliamentary democracy 別人幫你他便很吃虧 因為他會不見了那些votes 這是一個關鍵 所以越多人走出來 這件事便沒有了 現在每個人都害怕 譬如現在很多人打電話 你找我 你沒有支持外勇 你知道外勇真的很大問題 那你不害怕嗎 我沒有害怕 沒有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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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 這個是 一個社會有沒有進步 就是看你那些leaders 或者那些人 有沒有一個sense of justice 是嗎 如果你多人為這個人做 你的社會便有進步 少人害怕便不做 不做不過我不做 是吧 現在變成像wish hunting 有些人覺得你們是對的 他說出來便被人攻擊了 是吧 他攻擊你們其實已經是很差的事 因為你有二十萬多萬在 是吧 阿哥 那你可以把二十多萬當不是嗎 如果你的領袖又是這樣 徐科族 一定是到尾的時候便可以死 是吧 是吧 其實這個是一個香港說 搞什麼民主運動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教育 因為民主 如果說In terms of democracy 不只是說cast the world 是有一個natural justice 是吧 你民主要做什麼 就是要維持社會的正義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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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子